当天的紧急会议应埃及与沙特的要求召开 各成员国在阿盟的常驻代表出席了会议 埃及驻阿盟代表主持会议 呼吁苏丹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并强调外部势力不干涉苏丹局势的重要性 会后 阿盟发表声明 呼吁冲突双方立即停火 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并强调阿盟不会干涉苏丹的内部事务 苏丹驻阿盟代表表示 要化解此次冲突 必须先厘清冲突发生的原因 据悉 目前阿盟已在苏丹首都喀吐木 组织了阿拉伯国家大使委员会 来同冲突双方进行斡旋 以期尽快实现停火 但苏丹驻阿盟代表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由于快速支援部队数量众多 且在苏丹多地均有驻扎 因此完全平息局势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但他强调 苏丹不会向任何其他国家 请求军事援助 总台记者 埃及开罗 阿盟总部报道